在珠海航展开幕式上,歼10B7VC以眼镜蛇机动,落叶飘机动等眼花缭乱的超机动动作,将超级网红的桂冠戴上了自己的头顶,随后亮相的歼20虽然依旧新潮时髦,但是却多多少少有些失落,毕竟在矢量喷口推动的过失速机动面前,歼20看似平常的机动动作,就显得有些不太吸引人了。 因此,当时很多人都瞬间把歼20比做了过气网红,虽然这个过气网红仅仅刚刚服役,在我军中乃至全世界都还是最高科技的代表,显然歼20并不满足于现状。 因此在歼10B-7VC惊天翼飞过后,歼20趁着空军节的时刻,以四机编队通场的方式,宣告了自己才是中国空军最牛的装备,而四机编队并不是结束。 歼20在珠海航展现场,竟然又打开了弹舱,这显然是在显摆它最引以为傲的隐身能力。 其两侧挂载的是T力石进程空空导弹,机腹的弹舱中挂载了四枚中巨空空导弹,四中二进的标准挂载。 配合内部超大的油箱和最多四个外挂油箱,以及隐身能力和强大的机动性能,让歼20已经具备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作战能力。 全世界能有如此内部挂载能力的战机,只有我军的歼20和美军的F22。 俄军的T50弹舱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疑问,俄军虽然号称有弹舱,但由于机体较贬,其内部挂载能力一直备受质疑。 而F-35则由于体积问题和照顾垂直起降能力,仅有分割式的两个小弹舱,其内部挂载能力堪忧。 我国正在试验的FC-31则同样仅具有机腹弹舱,因此在珠海如此高调地打开弹舱,虽然只是挂载了教练弹,但这就是在向世人宣告其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。 歼20的侧弹舱可谓天才的设计,一个可滑出的挂架,使得霹雳石可以伸出来长时间外置,同时保持舱门关闭。 这样一来可以降低因为开启弹舱而扩大的雷达反射面,二来还能有效降低气动影响,提高机动性。 这个实现起来并不难的巧妙设计,F-22却并不具备,估计美国人看到了,一定会懊恼地直拍大腿,我当初咋就没想到呢。 在基附弹舱位置,此次亮相航展打开弹舱后挂载的是霹雳12改进行中距离空空导弹,而其使我军已经装备部队的霹雳15空空导弹,才是歼20的标配。 更加纤细却射成更远的霹雳15空空导弹,能在歼20的基附弹舱中挂载6枚,达到了F-22基附弹舱的挂载标准。 如此改进后,歼20如果再搭配使用喷吼和目标型发动机,卧扇15,则就会成为理想中的四代机了。 到那时,其战斗力就会更上一层楼,与F-22的比拼,甚至可以占据上风。 历任东风破,说起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最出彩的明星战机,当属我国的先进隐身战机歼20了,然在本次航展上,还有一款国产战机的风口丝毫不输歼20,那就是我们的矢量版歼10B。 歼10B作为一款改进型四代机,还在此基础上装上了推力使用喷口,还上演了眼镜蛇机动,在国产战机领域无疑是一次大突破。 何谓眼镜蛇机动,其实是一个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,也是俄罗斯战机苏27的招牌动作。 是指飞行员在高速飞行中迅速拉起机头上扬到120度,形成短暂的机尾因惯性在前,机头在后的平飞状态,随后又压下机头,恢复至原来的飞行状态。 目睹了矢量版歼10B作眼镜蛇机动之后,网友纷纷表示惊叹,犹如一场飞行视觉盛宴,但随后也表示疑问,难道歼10B作眼镜蛇机动仅仅是为了表演?为了好看?到底有何用? 为此,相关专家予以了解答,要知道,眼镜蛇机动并非花拳袖腿,也并为锦衛表演而生,在实战中它依然占有优势,在一场近距离格斗中,战机可凭借眼镜蛇机动作为一种战术进攻手段,可迅速减速,使敌机冲到前方,使我机处于有力的攻击位置,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。 另外,在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播出的从机50到苏-57纪录片上,苏-57总是在介绍自家战机与发动机的同时,也针对歼10B的眼镜蛇超机动性做出了评价,并一句话透露玄机,表示这种超机动性的意义是安全,其所谓的临界攻角已无意义,而歼10B是如何能做到眼镜蛇机动,在于其尾部换装的推力矢量喷管, 与普通航发的固定叶片喷管不同,推力矢量喷管的叶片可做垂直或水平方向的移动,在失速状态下有一个有效的控制能力,并可调整推力方向,做出超机动动作。 总的来说,使量反坚实B的问世以及眼镜蛇机动表演,无疑是中国航发的一种新的尝试以及技术验证,象征着中国航发在推力使量技术上的突破与成果,为使量航发打下良好基础,届时将装备到国产战机上,成为国产战机强有力的心脏,才能飞上蓝天, 成为空军维护主权与安全的利器,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,俄国人的日常生活过得都不算很好,甚至可以说是与世界有些脱节。 在联盟的建设当中,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,而日用品却很匮乏,一个笑话概括了当时俄国人的困境。 军官对美国人吹嘘,称俄国造导弹就像造香肠那么简单,俄国老百姓则哀叹,原来我们的香肠只有导弹那么多。 1990年联盟阅兵中的洲际导弹,90年代初强大联盟解体以后,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了一段时间的猛跌,军队的情况尤其严重,因为没有了往日无止境的拨款。 仓库里有可以支撑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,有足以席卷西欧的大军,但却付不起军官和士兵的薪水。 不过俄国人当时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,与我国的接触也开始增加。 俄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轻工业品、衣服、食品等等,都是他们急缺的,成为了其市场上的抢手货。 90年代,俄罗斯经历了剧痛,在从中国运来的食物中,方便面让俄国人感到十分惊讶。 面条居然还有这种做法,一瓶开水就可以搞出一碗香喷喷的面条果腹,现在看来,方便面只是在工作紧张,或是旅途中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当作快餐食品食用的。 但当时俄国人看来,这东西太新鲜了,从来没见过,吃惯了乱顿、黑面包,长期挣扎在食品店门口排长队的俄国人感觉方便面是比导弹、主战坦克和战斗机更为有意思的东西。 90年代俄罗斯生活水平很差,面包都需要排队买。俄罗斯军方对方便面也提出了巨大的需求,当时中俄的军事交流大为增加,德国军人们也在各种场合接触到了中国美食、糖果、日用品以及神奇的方便面。 光是俄罗斯空军司令部一次就向中国订购了5000箱方便面,不仅当作各级军官们的标配工作餐,前来莫斯科开会的俄空军指挥员们,也经常把司令部发放的中国方便面和其他日用品当成上好的礼物。 司令部的家属们也得以沾了光,先与很多老百姓尝了个鲜。 不过俄国人的口味有着特点,什么味道都可以,就不要辣,他们的食物中很少有辣椒,对于微辣都很不喜欢,所以在口味料包上有专门的需求。 俄军,现在看来,这样的场面未免有些幽默,但这的确是真的。 当时俄罗斯的经济状态很糟糕,长期以来本来就处于日用品缺乏的状态上,匮乏加上对新鲜事物的好奇,对方便面这样的物品趋之弱物也正常。 当时俄罗斯国内需求庞大,中国很多产品都供不应求,甚至连方便面也是如此。 在当时的俄罗斯,能搞到方便面需要一番周折,俄军帽的拳头产品,苏国一战斗机,在俄军内部,军队采购的方便面都优先给了军官,尤其是高级军官,士兵们想尽办法都搞不到。 在当时,俄罗斯空军司令、副司令、参谋长的办公室里,经常传来方便面的香味,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在休息时大吃方便面也是很常见的景象,许多参谋赞叹方便面是司令部最喜爱的食物。 进入新世纪后,伴随着俄罗斯走出困境、生活条件的改善,这样的场面才消失了。 在中俄90年代的军事交流中,方便面等日常用品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,F-22是当今世界上第一款五代战机,美军也正是凭借它,称霸了天空,但或许正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款,所以它各方面的新闻就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对象。 虽然F-22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之一,但它却并不是最安全的,我们时不时总能听到F-22出事的消息。 近日,美媒一篇报道表示,今年4月在内华达州发生的F-22受损事件的原因找到了,终于水落石出。 据事故中的美空军飞行员承认,当时是想在同行面前秀一波F-22的性能,结果没想到完大了,令F-22直接和跑道来了次亲密接触。 这起事故的原因曝光后,也暴露出美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,我们知道,自二战结束后,美国就开始朝着超级大国迈进着,甚至还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给弄得解体,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,美国成为了世界霸主,美国人不论在哪出现都带着一股浓浓的忧郁。